哈喽,大家好,今天是我们来到中国的第十六天哦! 哇,很冷耶! 我们已经开始了吗? 我叫曾小平,可是来自马来西亚 我们一共有四个交流生,就只有一个女生 所以我是觉得我是比较不幸运的 我刚才我的朋友已经介绍了很多关于马来西亚东西 所以我觉得... 有吗? 我就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文化 我觉得马来西亚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就我们买到中国,我们会先介绍自己 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怀疑 至于对于马来西亚的怀疑,不知道有没有多深度的了解 但是如果说在中国,比较多人知道的马来西亚的怀疑 就是有李宗伟,还有其他说的岩浆和他们的群 都是代表着马来西亚的怀疑 除此之外,我们三大种族还有马来同胞 跟印度同胞 然后当然还有我们怀疑 所以我们的食物是... 我们今天想吃印度餐,我们就吃印度餐 就吃那个家里很辣的 然后想吃马来西亚就吃马来西亚,想吃华人餐就吃华人餐 所以也是很多汁做华人餐 然后我本身,我的地方呢,是... 一个名字叫做... 铺铺 它是出产榴莲最出名的地方 就好像刚才有一个朋友说 它的地方是出产草莓 可是却很贵,就多的情况是一样啦 因为... 榴莲...你们大家都喜欢吃榴莲? 喜欢啦 所以就... 既然一会儿喜欢吃,我们本地人就吃得越来越贵了 因为它卖了一个好价钱 之外,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 我的天使我特别 对啊 比如说铺铺铺 最重要的名字 就是像我朋友说的名字 当然我觉得对于一个导游对来说 就是让人家的第一印象 除了礼貌 有些人更适合用日勤来找班 所以我觉得这两者 你当然是要看你的对象是谁啦 所以这两者只能选一个 谢谢 谢谢 我们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呃... 所以... 我来讲一下马来西亚的例子吧 呃... 马来西亚建国独立于1957点8月31日 呃... 呃... 由那个... 我们的第一任首相 郑多阿富丹们 呃... 呃... 在英国谈判后 努力 过后在19... 那个... 1963年9月16日 那个... 那个... 呃... 加里曼加北部 然后三大月和... 呃... 沙巴加入 过后... 呃... 马来西亚就是... 现在的马来西亚的名字 从这里来的 过后在19... 六年... 在1965年... 在1965年8月9日... 这个新加坡... 正式退出... 马来西亚组织 独立建国 过后...呃... 它占地大约... 三十三... 诶... 三十... 诶... 三十... 开百度 三十三... 三十三... 我慢了 之后... 呃... 开百度... 马来西亚在... 马来西亚... 呃... 由那个... 马来西亚... 呃... 呃... 组成的中间 隔着那个... 南中国海 对... 所以我是来自... 马来西亚... 东部... 呃... 塞拉越... 所以我每次去一趟学校... 都得带一趟飞机... 对... 哇... 你可以选择游泳... 才可以到我们学校... 呃... 我回去一趟学校... 得... 大约... 等飞机的话... 等飞机在大巴士... 大约要一天的时间... 大约12小时...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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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马来西亚... 常年如下... 就如我朋友说的... 呃... 要度就是晴天... 要度是下雨... 呃... 最低温度大约在... 28度已经算很冷了... 啊... 最高36度左右... 平均大约32度左右... 对... 常年如下... 所以... 在这儿特别冷... 马来西亚... 没有见过... 公共坚持着手... 公共坚持着手... 在我刚来中国的时候... 公共坚持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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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次他已經倒死了 沒有別的原因 啊 所以 我們還有一位同學 在台中看到我們都不想 哈哈哈哈 因為 你永遠給他講話 啊 以上,謝謝 大家好 我名字叫李肯達 我又笑了 首先我先說說我們馬來西亞華人的名字吧 就其實馬來西亞華人 基本 應該是所有華人都有華文字 就是說會有一個信 就是百家信 然後再代文字 這是 因為剛才有一位同學問我 問我 然後我們就給大家說一說 啊 然後我們 我們的那個登記 什麼叫登記 身份證 就是文章 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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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名字是我們以聘引 寫在身份證帳 然後華文名字是從小父母給我們的 然後我們上學還是同學之間的 大部分也是用華文名字來互相稱呼籲 這個是 呃 就名字一些 小小 然後接下來我說的是 我的家鄉 就在馬來西亞一個很小的地方 比較太平 然後太平這個地方 它是屬於魚鄉 就是 大家知道什麼是魚鄉 看到魚 就是屬於的地方 就是說 其實我家後面就是一條小的 雞 就從小 就是看到那些船 那些 然後從小玩的地方 也就是 就是叫 鑽魚 從小玩的地方 就是 他們玩的時候 就是沒有試坐 就是 Toy 跳進去裡面 在那邊玩 然後 然後 太平其實有很多著名的地方 就比如說 碳 我們 大家知道什麼是碳 然後 太平也是 馬來西亞 就北馬 馬來西亞的北部出產 碳的一個很著名的地方 然後現在他們也慢慢把 碳的 那個碳鳥的工廠 慢慢的開放 去觀看 整個碳碳的過程 是怎樣 從 砍樹 他們買進 那些樹 一直到 怎樣把木 烘成碳 它不是少 它是其實它是用烘的過程 把木 烘成黑黑 一塊塊的碳 然後 我覺得 太平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是 中國人應該 不是中國 應該是 它跟中國 蠻有緣緣的 就是中國 歷史上 有一位名人 孫中山 他曾經到太平 住過一陣 時期 不知道 原理是什麼 活 就 他人那間 他住的那間房子 到現在還是保留著 那邊 現在已經被我們 是 市的 就是太平 區的 就是 管理員 列為是 旅遊聖地之一的 一個地方 這個是我講 謝謝 你是不是給他問問題了呢 哈哈 可憐 哎呀 謝謝 謝謝